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可以限制一张多少时间讲话 我现在用过来讲话 我现在用过来讲 我现在用过来讲 我会变成了 我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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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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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较多 不过偶尔还有沙沙通的情况,有沙沙通的汙把寻尔的情况 有沙通的顾部应用的情况 但因为我们有沙通的区切在这里 那些什么情况在蘭尔 可能会发动在沙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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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通 说话很重要 以前人们没有看过 现在人们没有看过 说话很重要 以前人们说 没有三权权权 三权而已 因为 行政局以前 是拥有绝大多数的 一起 在国会也好 在我们总议会也好 tetapi selepas 8月28日 然后 然后 在 当我们发觉到,当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票数接近的时候呢,原来最大的群力,原来是法庭 但当我们所在中国的文化,原来最大的群力,原来最大的群力,原来最大的群力 在中国的国家的族是一个非常大的群力,不仅是角度来自发展的族但从来自审论的族,公共和党的族 这一条是一个事情的族,他们感到的群力 Dalam sistem commonwealth yang kita practiskan hari ini ini adalah bentuk yang kita saling daripada Westminster daripada United Kingdom Dalipada United Kingdom itu jawatan speaker adalah amat penting Dalam keseluruhan tiga capang kerajaan Di Malaysia Dalam undang-undang tubuh kita adapun dalam perlembagaan kita adalah jelas keturunan sebut Dulu lagi kuat Sekarang kurang sikit Sebab barisan nasional bahkan Dulu sebelum pindahan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Sebelum pindahan perlembagaan sebutuan Dan sebelum pindahan kepada undang-undang tubuh negeri Undang-undang tubuh negeri adalah perlembagaan negeri Sebelum pindahan sebelum itu Speaker bila lantik tak boleh pecat Sebelum pindahan Sebelum pindahan 这个也是将会是其他的议长都会变得多 议长就受威胁了 议长的地位呢在英国的制度里面像法官一样 所以你看议长在英国现在在马来西亚 我们现在上议院的主席也还保持着那个穿着 议长的服装呢 跟法官的服装是 一样穿袍 有没有穿袍他的那个服装是一样的 因为呢 甚至现在我们的国会 我们国会还有一条法律 叫做Pouses of Parliament Powers and Bridges Act 1952年的国会法律 第五条有第五条有第五条有第五条 我们的国会 其实就是一个法庭人 他可以处罚人家甚至可以把人家 盘检了 这个就是国会的那个地位 国会议长的地位呢跟法官是一等的 是同样有那个 庄严的地位 但是呢 你看我们法官 一委任法官你是不能够随便把他 开除 必须要通过 审讯 要有成立是传媒的宪法规定的清楚 包括那在1988年 我们把当时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在隔职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成立特别的调查 来审讯 那么也一直在这个精神之下 在原本的宪法里面 这个是不能够 不能够开除 议长 除非议长自己失去资格 或者 这个宪法条文之下 犯了什么东西 他失去资格 比方说他涉及 商业利益 或者是 他破产了 那是可以的 但是呢 改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议长的地位呢 就跟法官的地位来说呢 就差得很远 那么西班公司的问题就是 他今天的地位 我自己坚持 他今天还是议长是因为 我们的 调文讲的清楚 我们的 在兵力做法生事当天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部议长 突然宣布 我来取代议长 在宪法是不能够这样的 在宪法 即使说你可以各承议长 你都必须在 议会里面提成一个 议案 不要14天的通知 要14天的通知 那么 议长交给议长 议长不能进决你 即使议长进决你 你还可以通过另一个议案来推翻 议长决定 但是呢 议案要提出来 你们议长主持的那个会议 还是 还是议长 你只是有个动议 可以各承 你不能取代议长 因为 宪法里面规定不是 议会常规 我们最高的法律规定 你要各承 你要只要选议长 议长 的位置要空缺 又空缺了 你把它各承掉了 你才可以 填补 当时 议长还在 议长还在 根据宪法 没有人可以取代议长 如果议长不在 可以根据宪法讲 可以根据议会条规 由别人来替代 议会条规讲 一长不在 顾议长 顾议长不在 那么 由议会选取一个人来代替 但是议长在 没有人可以取代议长 除非 除非议长是 某某人替代 那个才是有趣 所以当初来说呢 西方不怕 各承西方不怕的 议长是 违反宪法 不是一步禅回而已 宪法最大 违反宪法 当你违反宪法 各承他无效 你填补他肯定无效 所以现在呢 培里州有的 东吴达城市 法庭宣布 宣布合法的 这议长呢却是非法议长 这个是一次 我们也创造了一个国际笑话 我们竟然有个州的议长是非法 违反 违反违宪 写出来的宪法 这个是要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有人说 为什么宪法这个议会 要给我们的议会要给 这个议长这么 大的权力 因为我们看了一个历史 以前没有人要做议长 议长叫做speaker speaker就是要代表议会呢 去见国王的 我们在英国的历史上呢 有几位呢 都是被砍头的 因为以前那是王权 然后你代表议会去见国王是没有人要做那个位置的 所以一定要 那后来伙长就一定要给他很大的支持 很大的这个状态 所以才可以给他 巨大的 权力 那在议会里面 议会是最高的 特别在英国制度里面 英国里有一个 一个叫做 Sprimacy of Parliament 英国的国会呢 是最大的 高过宪法 英国的国会 有句话说 英国的国会 除了不会生孩子之外 什么都会做到